然后呢二手发动机全部拆解 全部拆解 发动机拆解 发动机呢只使用这个 发动机这个 箱体 其他的全部使用新皮静 发动机只保留这个箱体 其他的所有配件 然后再配件 全部更换新的配件 这个钢体 然后再超线过清洗 就可以编成了 这个样子 只保留这个发动机 只保留着钢体 只保留着钢体是配件的 所有的配件都是使用新的 像那个 周辨轴 这些全部是使用新件 都是全新件 这种刚好有些发动机 这里面的活塞 活塞 一套里面的全部是换新的 全是换新件 全新的 发电机也是全新的 連旁也是全新的 然后 又是一些人是可以 下面那个金融合 搭入这些拴带都是全新的 然后这些气门 把柄杆这些全新的 这还没有喷漆 所以完全能看出来放在哪 这还没犯什么意思 这里面放了我们的总装车间 总装车间 油泵是新的 盐盖这些都是新的 干新的 吸管是新的 然后看我们这些活塞 这些盐盖全部是新的 干新的 这些水泵是全新的 全部平均是全新的 全部平均是全新的 全部平均是 这放入机内部的 所有的黑件都是新的 放入机所有内部黑件是新的 全新的 全新的黑件 没有使用过的 都是型号的 然后下面这螺栓啊 这些啊 齿磷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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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东西全部是新的 全是使用新的 全是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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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配件全部是新的 这些配件全部是新的 放入机了活塞 活塞管是新的 然后 尾身是新的 油泵是全新的 管子是全新的 电子盘是新的 这些油口是新的 皮带是新的 电机门是新的 啊 这些 这个发电机 发电机也是全新的 啊 这个配件 所有配件都是全新的 然后 这个管道也是全新的 油管全新的 增压器是全新的啊 增压器是全新的啊 然后这个油泵也是名牌啊 然后上面的全绿也是全新的 啊 这些管道这个 还是全新的 看一下这个都是全新的 只有钢铁是旧的 只有钢铁和这个盖是旧的 其他全是全新的 这是车间 这是我们使用的车油机